哈喽大家好久不见我是米娅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好久没有跟大家更新新的视频了 实在是对不起大家因为前段时间因为搬家呀 然后考试各种原因就耽误了很久更新 那么其实今天呢我已经就是人已经又在台湾了 这次和上次一样也是过来就是看我男朋友的 那么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长途旅行当中会用到的一些好物的分享 就是有评论里面有朋友告诉我说 希望出一期药妆的法国药妆的推荐啊什么的 那么其实这一期里面我所有推荐到的法国的药妆的产品 都是我自己已经回购过N次 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用才想给大家推荐 第一支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一个亚样的保湿霜 大家看一下是这样子的 它是有两个版本呢 一个是light就是我买的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版本是rich 就是它的质地会稍微的浓厚一些 然后因为我是比较混油的皮肤 所以我买的是这个比较清爽一点的 然后那个rich版本呢是比较适合皮肤肝 或者是中性的朋友们 这一支呢是40毫升 它非常小的手掌差不多大 我觉得它这个规格是非常适合就是旅行妆的 然后它的质地呢 这样子的非常好推开 就非常好让皮肤吸收 而且味道上面也是比较清爽的一个味道 价格呢也是非常便宜 我在法国药妆店买也差不多就是12欧左右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这支是性价比非常高 第二款呢是比较德华马就是贝德马的这一支防晒隔离提亮保湿霜 这是我就是感觉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大路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用就是 哎我忘记那个牌子的名字了 就是范明冰有推荐过的那一支法国大宝隔离霜嘛 妆前乳那一支 然后呢这一支呢是我无意间在药妆店发现的 我发现哎他这个这一支就是超多功能 因为他有防晒上面写了SPF30 然后又有Itabio就是保湿 然后呢还有提亮的功能 而且也是所有的皮肤都可以试用的 而且还有妆前隔离的效果 这一支真的是完全就是一支集齐了所有的功能 而且呢它的质地 我可以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质地也是比较浓厚的这种质地 我感觉是会比那支大宝的质地要稍微再浓稠一些 而且它是一个有一点点范 我不知道在镜头前看不看得出来 还是有一点点范粉红色的 而且也比较好推开 就是它推开之后 因为那一支是完全没有任何体量的效果 我感觉这一支它真的是有体量 就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然后还有一定的保湿的功能 我觉得比可能那一支夏天的时候用起来会有一些 但是这一支完全不会 皮肤吸收的很快 你看和我这一支比起来 就是这一支手会显得更亮一些 这一支一拳的这一支唇膏 护唇膏 就是一支非常普通的护唇膏 但是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完全没有颜色 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我个人是非常讨厌那种 有了护唇膏涂到脸 涂到嘴上之后就感觉像抹了猪油一样 油光闪亮的 我非常讨厌那种感觉 但这支护唇膏里面它是有含 恶离油和维生素A和E的 就完全不会是涂上去是一个哑光的效果 而且呢它不仅可以当护唇膏使用 你也可以当晚上睡前的唇膜呀 因为它可以滋润双唇 而且还可以淡化唇纹 之后呢如果你的口红太干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用作妆前的 就是口红的打底来使用 接下来这一支是胶孕师的 这个棉花籽的洗面奶 我主要拿的这一个呢 是一个30毫升的小样 因为旅行嘛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一些 然后呢胶孕师这个牌子 我非常的信任 是因为它所有的产品都是 使用的成分都是温和不刺激的 就是孕妇都可以使用的 再加上这一款洗面奶呢 它是你只需要挤一点点 就可以出非常非常丰富的泡沫 而且洗完之后 你的脸上完全不夹滑 不紧绷也不干燥 就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 而且有的时候 还会有一点点的黑头浮现出来 我觉得一款洗面奶 对我来说 能够起到深层清洁的效果 就已经达到了我对它的 所有的预想的预期的效果了 接下来呢 也是姜云师家的这一款绿水 绿色的妆前水 因为这一款呢 这瓶是我刚刚开的 是我来台湾之前刚刚买的 因为我觉得这边可能温度要比法国稍微高一些 然后湿度有可能相对来说大一些 因为我是属于混油的皮肤 所以油脂分泌也会可能更加旺盛一些 我就改用了这一款绿水 因为它是就是平衡油脂分泌的嘛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相对来说 就是在台湾用起来比较适合我的皮肤一些 而且它里面含有柑橘和金铝酶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的清香 而且它主要的功能其实是进行二次清洁和收缩毛孔的功效 而且它这个水的质地也不是完全是水状的 就是你涂上去脸上之后也会是就是有一点滋润 但是它完全不会油腻 我还买了一个就是也是焦韵室的这个保湿体量的日霜 配合着刚才的那个水使用 它这个日霜的那个就是质感要稍微的比乳液浓稠一点 然后呢是这样子的 就是也是非常好让皮肤吸收 其实用完之后皮肤还是比较有光泽的 然后味道也是淡淡的那种柑橘的味道 非常好闻 是欧苏丹的这一个樱花的沐浴露 这款呢我是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它那个樱花的味道 就是闻起来非常的清香 而且就是洗完之后也会有流香 然后呢洗完了之后身上就不会紧绷 而且觉得非常的滋润非常润滑那种感觉 我觉得如果你们也喜欢这个樱花的味道的话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它还有配套的那个身体乳 最后呢我还是非常想给大家再提一下 我可能上一期的好物分享里面有提到过的一款发油 就是这个西班牙的牌子的这个发油 真的超级好用 就是有的发油用完用上头发之后会让头发显得很亮 但是也同时也会看起来很油嘛 但是这款完全不会 就是深层滋润头发 包括上面的啊 还有发尾它都可以完全的滋润到 而且一点都不会显得你的头发很油 这个味道也非常的好闻 我觉得我个人对于很好闻的味道的这些化妆品护肤品都是非常喜欢的 所以这个一般在亚马逊上或者是到欧洲的药店里面都可以买到 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啦这期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然后下期的视频呢将会是我这一次在台湾的旅行Vlog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美食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你看到这里呢 有一点点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大家帮我在视频下面点一个赞 或者是也欢迎你们和我一起分享你们觉得好的好用品 然后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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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